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有一说二 小二的成分门我又来了 订阅小二,娱乐资讯一网打尽 2020年的电视剧票选出来了 万万没想到,王一博居然没进了前五 一说起王一博给小二的第一印象就是赛摩托 真是太帅了 这次可真是可惜了 那到底谁获得了第一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相信你们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第一 2020年,影视行业在经历了寒冬期之后 已经逐渐开始复苏 从年初到岁末 几乎每一时段都有能够持续引发讨论的剧集上线 从孙丽到肖战离风 诸多优秀的演员在影评上贡献精彩的表演 同时也留下许多精彩的瞬间 而大家也知道 一部剧集或者是一位演员想要出圈 还是要看角色是否有足够的魅力 好的角色有时候甚至会产生 比演员本身更大的影响力 第五名是顾耀东 《隐秘而伟大》 《隐秘而伟大》播出后好评如潮 演员精湛的演技 引人入胜的剧情 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爱 这部剧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在于能给人很强的代入感 不知不觉中引人成为了剧中人 无论是主角配角 人物形象都很丰满 更多人一开始是被顾耀东 夏处长或者清和所感动 渐渐的才发现 还有像老董、米片火计、周明沛等等 无数为了我们今天幸福生活 牺牲的普通人 因为他们才有现在美好 而又安定的生活 而李一峰也是因为这个角色 受到了网友们的喜欢 从一开始的傻乎乎 到后面的鸡鸣无比 人物性格的转换 真的是非常棒 第四名就是流利中的 雨思凤 这是小二2020年 最喜欢的一个角色了 雨思凤在剧中追随 储玄机时生时世 深情恋爱脑的同时 也不忘天下大义 后来终于在第十世 和储玄机在一起 饰演男主的吕思凤 凭借这部流离 还成为八月男友 同时也是因为 他那精湛的演技 让出道九年的诚意 有了戏名 很多网友 应该都和小二一样 认为剧中 演技最好的就是 吕思凤这个角色了 第三名 路易 锦衣之下 说起任嘉伦 想变得观众对他 都不会太陌生 但我们更多人 对他的印象 都是来源于古装剧 我看过任嘉伦 跟景田主演的 《大唐荣耀》 电视剧热播的时候 广平王妃 频频被刷屏 在当时 任嘉伦给我的感觉 就是长得有点帅 演技不错 是个好苗子 而这次却通过 这部锦衣之下 再一次爆红了 任嘉伦谈送运 主演的锦衣之下 热度居高不下 即便浮道化 给人廉价感 凭借霸道总裁 与傻白甜组合的 六元一金虾 不要钱的洒塔方式 那份甜还是引发 全民客CP狂潮 第二名重启中的无邪 朱一龙 大家都知道 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了 去年带来两部优秀的作品 掀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比如重启 一二季 以及和刘诗诗主演的都市剧 《亲爱的自己》 都收获了不错的收视 朱一龙演的人物角色 都令人记忆深刻 朱一龙的人气 从2018年一直打到2020年 前段时间男星商业价值榜单中 朱一龙还排到第二名位置 比王一博还高 而且小二身边就有很多 非常喜欢朱一龙的小伙伴 热度可以说是很高了 第一名 狼殿下 可能很多小伙伴看到标题的时候 就知道榜首是谁了吧 榜首一直是他 这个他指的是肖战了 虽然肖战在里面不是男一 自从狼殿下开播以来 肖战的人气居高不下 看过的小伙伴都知道的 在一开始观众投票最受男角色排名 肖战就已经是第一名位置了 可见他人气之高 可惜的是王一博居然没进前五 不过这也不影响大家对王一博的喜爱 这上面有你们喜欢的明星吗 如果没有也不要灰心 2021年才刚刚开始 我们一起支持我们自己喜欢的爱豆吧 相信在新的一年 他们会有更出色的表现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小二的视频 就请点赞订阅关注小二 你们的肯定是小二更新视频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吧